花莲台东地区境内的富里、东河、池上、海端、北南以及盐平等乡镇 是东部产煤的主要产区 种植面积约有650公顷 而为了健全国内煤产业的发展 农粮署订定了甘采煤厂农器座的辅导措施 致力辅导产业朝向器座的方向来发展 并且规定加工厂商应该以每公斤13元以上的价格办理器座收购 而宜兰的美元密件食品有限公司 一直以来吉利和东部产煤区的农会合作器座收购梅子 而今年预计合作器座收购约377公顿 收购价格每公斤定在20元 而其中复理箱就将收购150公顿 华丽台东地区境内复理东河驰上海端 北南以及延平等乡镇是东部梅子主要的产区 种植面积大约有650多公顷 为了健全国内煤业发展 农粮署订定了甘采煤厂农器座辅导措施 致力辅导产业朝器座方向发展 光是就复理农会复理地区这边 我们就器座高达40公顷 然后我们收购量约莫到150公顿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越多越好 这样可以让我们农民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稳定的原料 那我们可以共创双营 让我们大家农民可以有赚到稳定的收入以后 我们这边也可以把台湾的优秀的农产品行销到全世界 规定加工厂商应以每公斤13元以上价格办理器座收购 依然美元密件食品有限公司 一直以来吉利与东部美产区的农会合作器座来收购梅子 今年也预计合作器座收购大约有377公顿 收购价格每公斤定在20元 其中布里乡将收购大约有150公顿 会在台东这边新建一个新的加工厂 就是因为我们发现我们东部的梅子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但是呢因为可能在地理上面呢 可能位置上面在行销跟位置上面可能有点距离 所以呢我们的董事长就毅然决然决定说 那我们要把加工厂直接设在东部来 直接就近的来就原料来就近照顾当地的梅农 跟那个还有把我们梅子的产品做最好的一个加工 另外现在位在台东县北南乡的观光加工厂 预计今年完工 其中烟漬池已经投入运作 没原料处理最高可达850公吨以上 东部青梅不需要在床运到西部加工 不仅仅减少运费成本以及原料品质耗陷 更有利于东部梅产业永续发展 记者高双双闭香采访报道